第一我是講說不贊成這種什麼下架民進黨或者是規律聯盟 我們台灣應該要有一次可以緩解 所以要讓台灣成為一個不再分裂的國家 恐怕才是目標 目前的講法都可以看得出雙方還是兩極對話的概念 就是把對方消滅掉 問題是台灣是大家的 也不可能說你把另外一個顏色消滅掉 剩下一半可以成就一個完整的國家 所以我還是主張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那有說什麼時候會正式領表登記嗎 我明天就去處理了 會不會有正式的記者會 正式記者會 應該是報名完審會後 就是說我們黨內通過以後會有正式的記者會 應該520之前吧 現在還是要先回去辦手續 開通用女区學校的記者會 住手去訪問